朋友们大家好 开始做午饭了 我今天准备了这几样菜 准备了娃娃菜 玉米 南瓜 两个鸡蛋 猪肉 还有面条 这是今天早上 刚刚买的里脊肉 这个肉特别嫩 所以做一个猪排 先煮一个南瓜玉米汤 放两个冰糖 把肉给助理一下 里脊肉两头切开 等一下打成肉末 煎猪排 接着厚片 现在来腌制一下 加葱姜蒜水 酱油 鸡精 胡椒粉 淀粉 抓拌均匀 最后加点食用油 锁住水分 抓拌好了 给它腌制10分钟 还有一点瘦肉 给它打成肉末 加上葱姜蒜水 这肉酱打得还挺细腻的 都准备好了 先煎一下猪排 锅里加油烧热 加入猪排 翻个面 带上手刀 油漸得到处都是 先倒两面焦黄就可以了 装盘 为了好看一点 我拿了一个很大的盘子 最后撒上猪花 猪排就做好了 现在来煎鸡蛋 锅中热油 加点盐 倒入鸡蛋 煎熟就可以了 再煎另外一个 煎好的鸡蛋 冲盘 也撒上点葱花点萃一下 水烧开 煮一下面条 先放蔬菜煮熟 再加点面条 煮面的时间 炒葱油和酱料 中段慢慢的煎至焦黄 像这样 把中段捞出来 加入蒜末炒香 加入肉末炒熟 加几个小番茄 翻炒一下 加盐酱油调味 加半碗水淀粉 烧开后就可以了 面条也煮熟了 捞放一起 拌均匀就可以了 中油肉酱面就做好了 小鲜吃饭了 把猪排给切小块 朋友们吃饭了 今天的这一餐还挺丰盛的 有肉有蛋 还有蔬菜 煮食面条都有了 我还是要来点辣椒 有辣椒才好吃 拌一下 看着它好吃 好辣椒 有点热吃了没有 这个煎过的葱 也挺好吃的 这是葱 这个葱 裹着这个面条真的带好吃了 好吃吗 先把面就吃了 再吃猪本和鸡蛋 还有南瓜糙 来点辣椒面 五香辣椒面 去炖 蘸一下辣椒 蘸上五香辣椒面的鸡蛋 煎鸡蛋 蘸上五香辣椒面 南瓜道 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